佛友来讲你会觉得不是很重要 举一个例子请翻开 31页 一直到42页 全部都是科派 这是古汉文 后面加上英文 我觉得佛教徒也应该发愿整理教法 我昨天说过 各位老菩萨你可能现在还念得懂 药师经 五量寿经 阿弥陀经 金刚经 下一代的年轻人 就看不懂这些古汉文的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有这个福报 因为人家齐寝我就把它整理 希望中英对照 还有一些对你演讲上 有一些建议 希望对佛法有些利益 请看下面 翻回来 第21页 参考资料 有中文版本跟英文版本 我长话短说 在中文版本请看 事实上大阵仗里面 有三个妙法莲华经 T9 T就是大阵仗第九册 每一部经有一个编号 263号 由西晋主法户 当时呢 又叫做正法华经 在公元286年的时候就译出 它有27品 第二次翻译时 大阵仗第九册 编号262号 由姚勤三藏 纠摩罗舌法师 译的 妙法莲华经 待会我会解释 刚开始只有27品 没有提博达多品 后来以梵文本额加上去 在公元406年所翻译的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是第二 因为 舅摩罗舌大师称为 七佛的易经师 他翻的金刚经 阿弥陀经 妙法莲华经 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 所以他呢 不单独懂得印度的梵文 他还懂中亚寄兵国的胡文 他的语言呢 是天才啊 所以他又懂中文 所以他翻的是最好最好的 最为流利 乃至于 维摩杰经 小品般若经 大品般若经 都是纠摩罗舌大师翻译的 中国有三个伟大的易经师 第一个是纠摩罗舌大师 第二个是玄庄大师 六百卷大般若经 是他翻的 瑜伽师帝论 一百卷也是他翻的 第三个叫做 易经三藏 他也翻译了很多经典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编号两百六十四 随朝的那个 齐 请翻过来讲义 二十二页 齐那绝多 共极多 义 叫天品庙法莲华经 它是二十七品 在公元六百零一年 所翻译的 所以在大政杖里面 目前有三个 那主要的英文译本 各位可以看 四五六七 四是很久 一九九三年翻译的 五呢 是一个日本的学者 所翻译的 一九八六年 日本人因为 也就是日连正宗 日本人啊 对妙法莲华经 是研究非常的深入的 所以东南亚也很多 日连正宗都是在念 妙法莲华经的经文 日本人的学术研究 也非常的好 所以他有正 而且日本人呢 又懂梵文 又懂古汉文 然后呢 然后把这个 妙法莲华经啊 也全部翻成了英文 接下来 推荐第六本跟第七本 请做个记号 假如你要度你的小朋友的话 叫他念第七本 念英文也可以 先看第六本 第六本是 Leo Haberts Translated 1976年 这部经 是 为什么非常好呢 请看幻灯片 它是从大阵上的 这个 旧摩罗舍大师翻译的 中文本啊 一个字 一个字 翻成英文的 所以他现在跟我们的经文 是对在一样的 直译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西方学者 是1976年呢 他翻的 就是把 旧摩罗舍大师的中文本 一个一个字翻成英文 第七本呢 是目前学者里面翻的最好 叫做 Burton Watson 在1993年 由哥伦比亚大学出 这个出版 所以 以 现代 厚厚 胜于 前前嘛 对不对 以 法译 又懂 梵文 又懂 各种 义理来讲 翻的最好的 当然是 这个 Burton Watson 所以我推荐呢 年轻人都是读 第七本 可是假如你要跟中国的 妙法联华经 我们现在在诵经 很多道场 送 妙法联华经 要一个字 一个字是对的顺序 一样的话 是要看第六本 也就1976年 Leo Horvitz 所翻译的 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 因此在后面呢 每一段经文 六跟七的 这个两个翻译 我都附在后面 希望对年轻人 很有帮助 好 接下来再看 法华经各评简介 请看第23页 在22页里面 事实上妙法联华经 讲的最好的 是中国伟大的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 是天台中的 这个主师 在中国佛教里面 被赞为 东土小世家 传说 我现在给你看他的照片 传说 他是 法华会上 药王菩萨 跟药王菩萨 或是药上菩萨 成愿再来 到中国度 我们的这个众生 请看 这就是中国智者大师 的画像 这是 这是古代的画像 古代的高僧 你看看相貌非常庄严 再给你看一个木雕像 就更清楚 等一下 非常非常的庄严 你看他的相貌 头额饱满 像圣人的耳朵的 像佛朵的脸 对不对 他念到 世真经经 世明 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就入定 回到印度 现在东印度 菩提家 也旁边的 灵鳩山 听到 释迦摩尼佛 跟多宝佛 还在讲 妙法莲华经 而且他的师父 惠斯大师 就坐在旁边 他说 灵鳩一会 俨然未散 所以送经 也是可以入定的 你要很专心 他送到 世真经经 世明 法供养如来的时候 就入定 回到灵鳩山 所以灵鳩山 也是 释迦摩尼佛的 净土 法华会上净土 所以从古至今 妙法莲华经 其实讲 注解 或是讲科派 讲得最好的是 智者大师 也叫做 智者大师 也叫 智仪法师 智者大师的 法华经文句 还有法华经 玄义 可是这是古汉文 老实说 不要说新加坡 现在台湾联友里面 在家出家 读这个人都很少 为什么 很深奥 虽然法华经 有七个辟语 在东南亚也流通 有法华经 多媒体动画 七个故事 事实上 法华经 它辟语的故事 后面是有很深的 法华经的毅力 而且智者大师 也专攻 龙书菩萨的 大制度论 中论 跟百论 所以他读的经论 非常非常多 所以称为 东土小世家 事实上传说 他是要王菩萨或要上菩萨 承愿再来的 接下来看二十三 二十三我昨天有说过 事实上你能够念 法华经 全部那是最好 若不能的话 应该念法华五品 第二 方便品 十四 安乐行品 十六 十七 如来寿量品 分别功德品 最有名的是第二十五 大碑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故事比较多 最后是二十八 普贤菩萨劝发品 好 所以 在法华经里面 很特别 请看幻灯片 它有两次 一个叫做机门 一个叫做本门 看幻灯片 你二十三页里面 也有 机门 就是视线 叫manifestation 本门 就是它原来的 root original root 那一般的讲经呢 大概只有一次流通 可是法华经很特别 它有本门 跟机门 因此 从经文第一章 到十四章 是属于机门 然后机门里面 没有分 蓄分 正中分 流通分 到了第十五章 对不对 佛又开始 重新讲经的时候呢 还是属于 蓄分 正中分 流通分 所以它有两次流通 这是 其他的经所没有的 像阿弥陀经 只有一次的流通分 蓄分 正中分 流通分 所有的 大藏经里面的经文 最特别的是 妙法莲华经 智者大师 他科判的时候呢 是把它判为 机门跟本门 简单的讲 本门就像本尊 机门呢 就像化身 比如说 你看到新红法师 我坐在这里 当然是我的本尊嘛 如果你看到DVD的话呢 那是我全程录影 那是我的显现 manifestation 好 接下来再看详细的表解 在详细表解里面 请各位有耐性 先听师父讲 这一段有点枯燥 不过你还是要听 听了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要叫你去念 全部的妙法莲华经 因为曾经有个连友跟我说 师父 佛经不是讲 若一部经 有一记一句呢 那你都到无量功德啊 有人问我说 想日连正宗 就念经题 大称妙法莲华经 只要念经题 念经题就好吗 举个例子 像我们粽子 我们华人 要包粽子端午节 对不对 上面呢 十颗粽子或二十颗粽子 你绑着一串 对不对 你抓到了那个重心 一拉上去 当然全部重子都有 可是不能够理解为说 好那日连正宗 我们就只要念经题就好 那其他就不念 就像在早课里面 大家有念 一者礼尽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你只要念十大愿王的名号就好 当然不会不好 我不会说没有功德 但是你光念 一者礼尽诸佛 是什么意思 你根本不知道啊 怎么修 你也不知道啊 你就像那个 鹦鹉啊 牙牙学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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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说个笑话给你听 台湾有一只鹦鹉啊 是会讲话的 人家呢 人家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有个顽皮的小朋友 就拉他 拉他的右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呢 他就拉他的左脚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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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文不错 会念佛号 对不对 才可能过去也是佛教徒 那这个小孩子呢 这个很顽皮 就把右脚跟左脚 分开拉嘛 这个小孩子很顽皮 他说 如果两只一起拉的话 他会念什么呢 这个很有趣啊 他就再试了一下 拉一下右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拉左脚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结果他就跑出去 玩了一下 回来呢 就在他 鹦鹉不知道的时候 两只脚一起拉 他说 夭壽死鹰啊 他说我把我把我把我死了 他不知道这个鹦鹉 竟然会讲台语 夭壽死鹰啊 就是你这个死孩子 你把我把我把我死了 你就是害我跌死啊 他吓了一跳 可见你看 这个鹦鹉啊 虽然会念佛号 但称心一生起的时候 佛号对他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笑话 也是一个故事 不过他也是真实发生过 所以假如你真正听过 妙法莲华经啊 你的念力啊 跟功德力 跟没有听经是不一样的 第二假如你已经很好念 普门品的人 假如你能够发愿 从第一品开始 一天念一品两品 因为有些品质有长短 你能够一天念一品或两品 从二十八品全部都念一遍啊 你的大悲愿心啊 是会升起的 因为我自己念过 你了解佛法的道理啊 是跟别人体会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的quality啊 跟别人的quantity是不同的 知道吗 请看经文 我简单说重点 然后因为我要讲 让你知道 十四品是在第几品 它在讲什么 然后正中分有分二 从第二章到第九章都在讲正中分 方便品就在略开三显一 就是佛略开三显法 显一显法的重要 所以三显法 最后会归为一显法 由弥勒菩萨站起来 亲自问文殊师利菩萨 在第二品讲 丙二广开三显一 就对三显法跟一显法 讲详细的说 请翻过来二十四页 那又分三 分三有丁一 法周说是第三章 第二是辟域周 用辟域讲是四五六 所以可以看到性节品 药草品跟受祭品 丁三周元品 是分四 就有化成辟域第五品 化成辟域第七品 对不起 接下来五百受祭 弟子受祭第八品 然后最后 受学与无学祭 这里的学是指一果二果三果都要学 无学是指四果阿罗汉 也就是佛都会受一果二果三果的 还要学习的圣人 还有已经证了阿罗汉 无学的圣人都受祭 将来会成佛 所以叫第九品受 学与无学 受祭品 混灯片也有打 然后各位也有讲义 接下来 鸡门就讲完了 可是鸡门要流通 请看流通分几三分四 就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所以我们的安乐行品刚好是属于鸡门里的最后一章要流通 劝你修行从哪里 伸口意下手 先看 丙一 公身 服众命 劝流通 就是法师品 还有呢 见多宝佛塔 见到佛塔 也是功德 福报很大 第二个 丙二 引网 坚毅 以正流通 告诉你像提伯塔多这么坏的人啊 他都要原谅他 佛说 生生世世最大的善知识是谁 提伯塔多 所以写下来 害你的人将来是你最大的菩萨 障碍你的人是你的善知识 再写啊 障碍跟困难是你生命最好的老师 障碍与困难是你生命最好的老师 在华言经讲 所有亦我善知识 为我显示普贤行 我们常常认为善知识都是好的 不 善知识在华言经定义是 好的跟不好的都可以帮助你修行 所以叫做善知识 一般人当然在安乐行品后面里面也告诉我 我们交朋友我们要交好朋友 不要交坏朋友 要远离那些杀到阴望久的坏朋友 没错 可是这个还是对初学人说 就像一个小学生 小一小二小三 你还跟他讲 不要跟坏朋友出去打电斗 对不对 要跟好同学去做功课 你都会要教他远离恶友 清静善友 这是对初学而说 可是不要忘了 《妙法莲华经》是设三称法 回向一佛城 所以好坏都是你的善知识 也就是说 在骂你的 障碍你的 泼你的冷水 讲你八卦的人 当时你真的会很恨 也会不高兴 也会很不舒服 可是若你在他身上学忍辱 学悲心 学耐心 当事情过了以后 你再回想一下 哎呀 好在他当时这样磨练我 其实我真的要感谢他 举一个例子 举我父亲好了 其实我是很怕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是军训教官 对不对 我们吃饭的时候 是要被挺直 吃饭 这不可以讲话 一吃饭了呢 我告诉你 棍子啊 就这样子打下去的 我的父亲脾气是很不好 他是从大陆来的军人 我妈妈是客家人 所以我父亲跟妈妈呢 在台湾认识 最后呢 我就来投胎了 这就是姻缘 所以我爸爸是南京人 大陆人 他脾气非常不好 但他可以煮一桌的好菜 像拌酒席一样拌豆 他非常会煮饭 可是他脾气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就是民国38年 也就是1949年代 1950年代 跟着蒋中正他们一起来台湾 从此就没有回中国了 那家乡呢 过世的过世 往生的往生 在他那个年代里面 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其实他吃了很多苦 可是他脾气很不好 所以我们只要跟爸爸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是跑的 听说爸爸今天不在家 我们大家很高兴 我跟我妈妈呢 就比较除得好 因为我妈妈很慈悲 我们有说有笑的 可是我们爸爸管我们很严 注意听 我们出门的时候都要跟他讲 爸爸妈妈 我们要出去上学了 我们都要讲 你没讲的话 那一定会 棍子又打下去的 那我们下课呢 有六点 最多六点十五分 你就要回到家 回到家要跟他说 爸爸妈妈妈我们回来了 我上课完了 不能一回来 绷着就跑到房间里 哪像现在小孩子 一点礼貌都不懂 读这么多的书 连做一个人都不会 可是我们家里的家教很好 我们吃完饭以后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 我是老大 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你知道吗 一个洗碗 一个插桌子 一个扫地 一个洗衣服 所以我们家教非常的好 哪像现在小孩 吃完就这样肥肥的 就这样看电动 都是爸爸妈妈妈做 不然就是庸人做 不要宠坏你的孩子 可是当时我们爸爸妈妈 尤其我的爸爸 跟妈妈就像 严父跟慈母教育我们 其实我们是怕爸爸 可是慢慢当师父 学佛以后 长大以后 其实我非常非常感恩 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管得很严格 所以我们家的品德 跟行为都很好 所以好跟不好 是没有绝对的 请写下来 好跟不好 是没有绝对的 坏人障碍你 你当然会难过 但是当事情过了以后 你才会感谢 因为坏人 所以他才磨练你 人生成长 所以看幻灯片 丙二 引网坚毅 以正流通 释迦摩尼佛都说 生生世世 障碍我最多的是谁 提婆达多 佛陀成佛的时候 提婆达多也嫉妒他 另外搞了一个僧团 也把僧团分裂 因为他也拉了很多信徒 因为他看不起 释迦摩尼佛 这么优秀跟伟大 影响力这么大 甚至有一次提婆达多 想要想 佛啊 尊贵的佛陀 没办法害他 那怎么办 有一天提婆达多 动了非常极度的恶心 想在这个指甲上面 涂了印度最毒的药 他想啊 我去见佛陀 在顶礼佛陀 那一刹那 就是这个毒啊 可以插到佛的脚 嘿 他就没命了 他竟然做了这张事 他真的做了 可是呢 他远远看到佛陀来的时候呢 他就跪下来 假装很谦卑 要顶礼佛陀 可是这时候啊 天龙巴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佛也有神通 他也知道提婆达多心很坏 结果这时候爬过来 那一刹那之间呢 还没有泡进佛陀 地狱的蒙火就裂掉 地就裂开来 他就掉到地狱的蒙火里面 佛陀就为他念 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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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连佛也没办法救提婆达多 所以答案是什么 你也是自己造的 所以我们在轮回里面 因为过去业语烦恼 我们曾经跟人家结了很多恶缘 可是呢 障碍跟困难啊 其实是你最好的老师 法华经 提婆达多品 多去读一读 你就会有体会 接下来再看丙三 他方 此土 劝静 流通 就是劝食品第十三 最后丙四 请做一个记号 在二十五页第三行 做个记号 出发心的方法 不要担忧 危险跟痛苦 因为佛菩萨会护念你 所以真正对于出发心的菩萨 要怎么修妙法莲花经呢 答案就是安乐行品 也就是生安乐 口安乐 意安乐 跟誓愿安乐 这是这一品要讲的 请做个记号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2004年 我带学生去中国的五台山 建议大家要进五台山之前 不要忘了要去云钢石窟 然后先到山西省住一个晚上 再从山西省进五台山 你可以经过云钢石窟 当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花经的时候 神变力 神通 过去现在未来 无量的佛 跟无量的大菩萨 都做着大宝莲花 来娑婆世界 听释迦牟尼佛讲经 佛在用三变净土 腾出很多的空间 虚空中都做满了 无量无边的画佛 无量无边的菩萨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谁 多宝佛塔 当多宝佛塔出现的时候 然后释迦牟尼佛的起请 佛开佛塔 就请他进来坐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张图 叫二佛并坐 二佛并坐是在所有佛像 艺术雕像里面最特别的 就是讲妙法莲花经 本来是我要考你的 我直接告诉你 右边这尊是多宝佛 以右为大 他向右手请 欢迎 Welcome have a seat 所以左边是释迦牟尼佛 然后在经过 云岗石窟 它现在也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石窟里 非常非常的大 有最有名的释迦牟尼佛 也有弥勒菩萨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石窟 所以希望你去的时候 至少要排半天 不要太匆忙 因为有很多东西你得看 然后呢 你用心看 你可以请导游为你解说 然后呢 你会收获很多 请看 进去的时候 它是山门 它是古代一山而雕的 是从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唐朝 经过历代的帝王下令 然后出资 整座山将凿进去的 而雕的云岗石窟 所以大乘佛法 曾经在中国这块国土 是非常兴盛的 其中最有名的 请记下来 十地交脚弥勒 就是只有 十地的菩萨脚 是这样交的 你不用学啊 你要学的是打坐 我是告诉你 它是代表 它成佛 福慧 已经就近圆满 就好像交叉一样交融 所以十地的交脚弥勒 这只有华严经 十地菩萨的第十地 十一地就成佛了 有些经文说是 十三地才成佛 这是十地的交脚弥勒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 释迦摩尼佛 其实这是地震裂开来 所以右边有看到一个菩萨 对不对 左边本来也应该要有一个 但是地震的时候裂掉 所以云刚石窟的佛像 就出现了 前面是未来佛 心虫法师 各位也是未来佛 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在2004年 商业经社第一次的正式 中国大陆五台山 峨眉山的朝顺 你看 然后我们有导游 大家戴墨镜 可是可以告诉你 世间是幻化无常的 现在在图片上面的 一半连有 因缘都变了 所谓变的是呢 有些也没在商业经社学佛了 到其他道场的 有些也退了到新的 有些呢 搬到香港了 有些就出国了 所以我常常说 人聚在一起的因缘要珍惜 你不要认为人永远会在一起 对不对 其实夫妻也是一场梦 也是来演一场戏 对不对 人啊 也不要常常在一起见面 夫妻啊 看久了大眼瞪小眼啊 其实也是蛮烦恼的 所以我觉得 我一年来一次看看 各位也是不错的 看太久的呢 你也会很烦的 对不对 不想念普仙 洗面品的时候 就把新红法师的照片 放到抽屉里去了 好 接下来再看 这个 第十五章 从地涌出品 请看第二十五页 第四行 好 从地涌出品 就顾名思义 所有的大菩萨 都住在地底下的虚空 连弥勒菩萨 从来都没有见过 而且这些都是非常像好庄严的 然后呢 从地上涌出 最后他问释迦牟尼佛 这些是谁啊 弥勒菩萨是下面一尊佛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经过地球好几次合照 在印度菩提加野 认为印度的正中心 也就地球的正中心 会变成龙华树 那时候人现在八万四千岁 每个人相貌呢 都是非常广大 十几层楼这么高 不像我们现在身体是小小 每个人都做的是大宝莲花 那时候呢 弥勒菩萨会来 出世而成佛 叫龙华三会 那弥勒菩萨是当来下身佛 他还问释迦牟尼佛说 过去现在无量的净土啊 我都见过 没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的 可是为什么 现在从地上涌出了这些大菩萨 是我从来没见过 释迦牟尼佛跟他说 这些都是在过去无量节无量节 就听过多宝佛讲经过 而且修秘密的在他方世界 他方虚空 以现代话来讲 他方的多元次空间里面 修妙法莲华经 而且身身世世都有大悲愿力 不但只在地球 在十方无量的佛国土啊 都成愿再来受持独送 为别人讲说妙法莲华经 所以也可以回答各位 为什么慈祭功德会力量这么大 因为慈祭的人是修妙法莲华经 法华会上 以及多宝如来 跟释迦牟尼佛的互念 才能够全球利益这么多的众生 请看 几一续分 十五品从地涌出品 几二正中分 是十五十六十七 那丙一略开静贤远 是讲从地涌出品 那丁一正开静贤远 这是如来受量品 接下来十六品是讲 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 十七品呢 是讲法身的功德 接下来续分正中分 接下来又讲流通分 请看幻灯片 并三流通分分二 十八到二十八通通是流通 流通里面分两类 请看 并一功德流通 并二富主流通 看到吗 看幻灯片 把这两个做记号 所谓功德流通 就是告诉你说 这部经有非常非常说顺的功德 像第十八品 随喜功德品 你对这部经只要生起随喜的心 看到别人送妙法莲华经 或流通妙法莲华经 或讲妙法莲华经 虽然自己没有修 但是要生随喜心 不可以呢 那个是没有用的 最后一品会告诉你 假如你毁谤的话 是会剁地狱的 所以第十八品 是随喜功德品 第十九品是说 若法师可以真正身做宣讲 讲妙法莲华经 那功德会更舒适 天龙八部也会互念 诸佛也会互念 常不清菩萨品 常不清菩萨 请做个记号 待会给你看 照片 后面我会看 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也修妙法莲华经 过去是 它就叫做 常不清菩萨的比丘 它是比丘 但是它受菩萨界 它也不会轻视一切的众生 这是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 其实第二十品也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这三个都是身性法华经 有很殊胜的功德 去真正实践而产生功德流通 接下来 丙二 副主流通 副主流通又分三 丁一 竹蕾流通 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 还有竹蕾品第二十二 那特别 如来神力品是谁呢 龙女转身成佛 站起来 然后呢 八岁的龙女 也可以成佛 所以在法华会上男女是平等的 如来神力 而且因为龙女视线转身成佛以后 释迦牟尼佛就站起来 我灭度以后 谁愿意来讲法华经呢 就全部大菩萨都站起来 佛我要发愿讲 佛我要发愿护持 四大天王天龙八部都站起来讲 佛你不用担心 灭度以后我一定会百千万一节 周旋往返 娑婆世界跟他方国土 我们都会听佛的话 弘扬妙法莲华经 所以在家出家 从古至今啊 都有很多很多人修法华经而成佛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丁二画他流通 画他流通请做一个记号 画他流通就以教化别人 而告诉他法华经的诸圣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观世音菩萨补门品 所以观音菩萨在法华会上呢 他也是大菩萨 那在画他流通里面有分四类 请看 苦行 请翻过来 苦行是药王菩萨本世品 第二十三品 是多生多结专门修苦行的 请看幻灯片 是否有标变绿色 物一是苦行 物二呢 有两个菩萨 他是以大称的三昧 尤其是妙音菩萨品 第二十四 妙音菩萨 注意听这里的妙音 不是净土宗的那个要同名妙音 不是 自相同 但是是不同的菩萨 是法华会上 在他方佛国土 有一个菩萨 多生多结 修法华经 叫妙音菩萨 不是净土宗的 这个无量寿经 叫同名妙音 不是 这两个人不一样 接下来再看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第二十五 请作者记号 他证什么三昧呢 平等 大悲心三昧 平等心很重要 第二个 大慈大悲的 大悲心 所以在法华会上 当观世音菩萨 耳时 吴敬义菩萨站起来 问 对 世尊 观世音菩萨 以和音缘 名为观世音 对不对 吴敬义菩萨站起来 这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 其实他生生世世 也修妙法莲华经 所以说各位看过呢 这个一个图片 就是 就是我昨天说过的 南海捕活观世音 现在子竹林观音 看 这张 普济寺的毗卢观音 对不对 看右边是善才 左边是龙女 如果你看道教的话 背后就会画子竹林观音 子竹林观音 旁边有个石头 石头放一部什么经呢 大乘妙法莲华经 你下次眼睛看大一点 你们都没注意看 我再讲一遍 道教里面 就以善才龙女 这样的架构 而雕 或是画像 像现在民间宗教都有 子竹林观音 你注意看 子竹林观音 旁边有一个鹤 雕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念珠 然后旁边有石头 石头旁边放什么 妙法莲华经 所以法华经的功德 是非常殊胜的 观世音菩萨过去 也是生生世世 修妙法莲华经 其中一部 他重要的修行经论 而成就无上的佛果的 所以观音菩萨 本身也修法华经 平等大悲三昧 最后看 物三种词 种词就种一切法 词一切意 叫种词陀罗尼 所以在 这个法华经里面 有一品呢 就全部都在念咒 叫陀罗尼品 就几里咕噜 几里咕噜 几里咕噜的 一都是咒 有些众生 很喜欢念咒 我商业经社 以前有一个学生 现在离开了 他就很喜欢咒 他喜欢东密 只要咒 他几里咕噜 几里咕噜 他就喜欢念 真的加他念经 他就打瞌睡 可是一讲念咒 这个很有用 powerful 几里咕噜 几里咕噜 而且他念诸 有十几串 不同的咒 念不同的念诸 阿弥陀佛 总比没有念好吧 陀罗尼品 咒其实是佛的密语 比如说心经也有 最后不是 接地接地 菠萝接地 菠萝生接地 明天改天 我会让你听这个心经的咒 我待会休息或晚上 明天好都可以 那其实 玄庄大师翻心经的时候 前面就是文字嘛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这就是险教的教法 就是所谓的险就是呢 教法可以透过语言文字 而表达出来 就像手掌打开一样 你可以让当众生看得到 对不起 像手背一样 你可以看得到手背 那密是什么 密不是秘密 很多人解释为密不是秘密 不是应该讲 perfound 深奥到不是一般众生可以理解 只有大菩萨或佛才知道 圣生的密语 所以古代玄庄大师 他不懂梵文吗 我们讲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生接地 菩提萨伯和 这是大 波尔经 浓缩为心经 心经里面的精华 在西藏佛教里面 也有专门念这个咒 叫 它念的是梵文 藏文也是翻这样的音 然后咒就是种一切法 持一介意 像大悲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 对不对 看幻灯片 陀罗尼 种持大悲心陀罗尼 大悲神咒也是陀罗尼 陀罗尼就是咒语 咒语是什么意思 就是种持 种一切法 持一切意 所以念咒是不要懂它的意思的 因为咒有无量意 很多佛友不太了解的 就问说 师父我念 我就不懂它的意思 不 就是叫你不要懂它的意思 才能把你这些旺掌 全部给洗掉 所以你正式念 大悲神咒的时候 你就听声音 对不对 然后就好像录影带的 清洁带一样洗袋子 对不对 你就是听大悲神咒 所以你就听咒的声音 而进入空性 这叫种持 最后悟四 就是世怨品 妙庄严王本世品 佛讲他过去是 这个妙庄严王 他的两个儿子来度他 最后呢 他的爸爸妈妈都学佛 最后再看丁三 二十六页 第六行 自行流通 神通品 所以普贤菩萨劝发品 第二十八 请把这一品 做个记号 这一品非常重要 原因是 它有普贤王菩萨的咒 在里面 在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 有人可能会问我 师父 地藏菩萨 有灭定罪真言 Om Bo Lai Mo Ninto 您所佛何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咒 有长咒短咒 大悲咒 十小咒 观音灵感真言 还有圣十一面观音咒 准提咒 对不对 那文书菩萨也有咒 Om A Rava Janna Di 中国文书有文书的 东密的仪轨 有人问过我 普贤菩萨呢 那他有没有咒 有 就是在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有一个咒 这个咒 你也可以修持 这个力量很大 你也可以念二十一遍 普贤菩萨亲自说的 在大乘佛法里面 普贤菩萨有咒 那当然在西藏佛教 普贤菩萨就是金刚萨陀的化身 当然他也有金刚萨陀百字名 这就是金刚萨陀做 金刚萨陀百字名 这是密教传承 可是我讲大乘佛法里面 普贤菩萨的咒 就是在这个二十八品 而且二十八品里面 他有讲普贤菩萨的功德 也有讲弥勒菩萨的功德 所以我觉得呢 是二十八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念的话 当然也会非常的好 最后给各位看几张图 做个总结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代表什么 代表化他流通里面的 平等大悲心三昧 请看欢登片 善才童子在这个华言会上 五十三餐的第二十三餐 二十七餐 参访大悲观世音菩萨 因为就像五十三除以二 就是二十七 像一座山一样 观世音菩萨修什么 平等大悲心法门 所以平等心是很重要的 晚上我会讲一个平等心的故事 接下来经文版本呢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姚勤三藏法师 纠摩罗舌议的 他称为姚勤 那在旧摩罗舌大师译之前呢 相继一百二十年以前已经有主法户有翻译 这是补充资料 那旧摩罗舌大师刚开始翻证《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本来是二十七品 他少了一品 就是提婆达多品 后来又有法师 世法宪法师 在于田国 就是现在的中亚既兵国 克什米尔的地方 找到了梵文本 供养了罗舌大师 后来呢 罗舌大师就从艺 然后呢 把提婆达多补进去 然后呢 到了后代以后呢 主法户啊 也有见到多宝佛塔品里面 也有这一品 所以在冲林 就是中亚既兵国 现在是回教国家 克什米尔的地方 以西呢 都有提婆达多品 以东呢 就没有提婆达多品 表示当时流通啊 是梵文本 有单独本流通 所以旧摩罗舌大师译的时候 有缺义品 但是因为 世法宪法师 供养了梵文本 所以旧摩罗舌大师 很有心量 他还是接受了 好 现在请看26页 很多很多的表 从26页到27 有中文的对照 从27 28到29到30 全部是的英文对照表 自己看吧 好 现在看30页 所以总说 妙法莲华经 有四个大菩萨 很重要 请记一下 第一个是文书 射利菩萨 当释迦牟尼佛放光以后 三次放光 射利佛尊者 起请以后 谁先站起来呢 第一个讲话呢 其实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各位看 你最熟悉的 佛亚寺的弥勒菩萨 你看 十地 法云地的弥勒菩萨 是唐朝造型 新加坡真的很有福报 他是一切诸佛的老师 请问 现在佛为什么放光呢 而且放了三次 文书射利菩萨 你应该听过讲佛 一切讲经 我 弥勒 他当然很谦卑 他说我还没有成佛吗 请站起来 问弥勒菩萨 问弥勒菩萨 问文书射利菩萨 请问 今天佛要讲什么经呢 那文书射利菩萨 还没有回答之前呢 就跟他说 过去无量节 好 有 两个师兄弟 在一个佛底下 学佛法 有一个人很精进 每天都在诵经打坐 有一个人呢 就是很顽皮 每天出去就是 这样逛一逛 然后都叫别人 来啊 你要念《妙法莲华经》 你念完要回想给我 文书射利菩萨说 每天出去跑去玩的是谁 就是你弥勒菩萨 过去生 那个很用功的讲经的是谁 就是我 我们两个做过师兄弟 弥勒菩萨听得很惭愧 文书射利菩萨就跟他说 佛今天放光 一定要是讲《妙法莲华经》 而且《妙法莲华经》 是成佛的法华 佛一定会变神通力 然后呢 无量世界的佛 会派无量世界的菩萨 都会坐在虚空里 大饱莲花 讲《妙法莲华经》的 所以佛就开始讲《妙法莲华经》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法会是很精彩的 当然各位不要期望太高 假如你去了印度 菩提家野 在往东北方走 大概两三个小时以后 你就看到灵鹫山 很多人看到灵鹫山就会抱怨说 哎呀我走了千里迢迢 怎么看到破铜烂铁 就是这个石头呢 错 虚空中都有大菩萨 现在灵鹫山还是净土啊 是法华会上 佛讲六百卷大波耳经 佛在灵鹫山也讲净土中的光无量寿佛经 平波苏罗王跟韦提西夫人不是被关起来吗 佛就是在那边讲光无量寿佛经的 我去了两次 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在弟子念普贤行愿品 我自己的感受 很喜悦 当我在打墓鱼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虚空啊 通通都是普贤行愿品的经文 所以朝圣的时候 不要觉得你眼睛看不到 它就不存在 也不要因为看到了一些破铜烂铁或古迹 你就失望 因为佛曾经在这里讲经过 接下来文书很重要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身佛 再看下一尊 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第25品 在妙法莲华经里面 从中国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唐朝 法华经慢慢翻译的当中 当纠摩洛舌大师还没有翻译完整 定稿之前 流通最管的是谁 就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中国很多人都念普门品 而得到感应 代表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互念华人这块国土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代表诸佛如来大悲心 最后下一尊 最后一品 二十八品 是普闲王菩萨 代表十大愿王 也代表念法华经的呢 文书普闲 弥勒 观音 四个大菩萨 通通会互念你 我再讲一遍 念法华经 跟华严经 文书 普闲 观音 弥勒 四个大菩萨 都会互念你 当然地藏菩萨 也会互念你 八大菩萨 都会互你 法华会上的佛菩萨 都是会互念你的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讲到这里